《火車站前中正路》 本來就想要寫一本書 就叫《火車站前中正路》 因為我阿公後來他並沒有繼承他的父親的行業 繼續從事屠宰業 他就到嘉義火車站前面就開了一家旅店 他的旅館應並不是太好 剛開沒多久就遇到地震 好不容易借了錢又重蓋 又遇到美軍空襲 所以他一輩子又在重新 從零開始 歷經了許多人生的大起大落 從容自在的態度也是我從他身上學而來的 道上我們要在這裡做多久 一定還有大人 今天在帶我們大家來比賽唱歌 我們要唱最開心的歌 我們是一個很精神富裕的家族 周愉民他自己 他確實是做主的功課 因為他跟我要了我所有的家族的照片 日新的話堅忍不拔的一個存在 他身上有一種信念 就是你們跟著我 我會保護你們 我會讓你們過得好好的 我父親那個年代的男人 就是有一種開創的熱情 想做這個想做那個然後失敗 還是會再嘗試一個他覺得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沒有這麼傷人 他追求的東西反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互動 所以他是一個情感連結很強的一個角色 在他心目中家族能夠一直傳承下去 有一個是他個人的信念 另外一個是他個人的信仰 我覺得服務樂的價值觀受到他的祖父影響的 反而比父母來得多 大家可以看到祖父的角色 其實在那個年代大概70年前被描繪的模樣是 保有傳統的那一塊 也許好客啊 或者是對客人非常的有善和照顧啊 甚至是願意把自己的房間讓出來 給遠到而來的客人住 可是他有一派作風是非常自由而開明的 其實我阿公也是一個很風流的人 就是在他的那個朋友圈裡面 常常在酒家裡面交雞應酬也是常有的事 印象中我阿公最會做了兩道菜 就是五粒雞跟那個牛魚蜜肉酸 無柳汁的五樣菜他一定要切細絲 這些都是很經典的酒家菜 真香安老家 滿戲飯店裡大爺的招牌菜 很好吃吧 活在當下去理解人最重要的是生存 自己的生存 家庭的生存 他一生都在餵這個東西堅持 他很想服樂最深的就是這個態度 即便阿公已經離開了他這麼多年 即便導演現在也已經到了這個年紀了 但是一提到 曾經影響他很深的一個人的時候 他一樣可以露出他當時小時候天真的笑容 跟那種對於阿公的很單純的依戀 穿越了時空 以現在的年紀去幫導演 帶回到那個年代他所有的回憶 車頂上的玄天上帝是一部記錄了三代人 橫跨八十年的一部電影 希望大家都去電影院欣賞 鑿南編 綜藍 昨天 我